大家好 我是傅彥堂 我是劉一亨 我們是中部地區物件署最多的頻道 當然我們的物件CP值也最高 記得看我們的影片就是要訂閱 還有開啟小叮噹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上架的物件 那我們現在在哪裡咧 我們現在在台中市 北屯區 北屯路 應該說是松鼠路二段 我們看一下位置圖 它其實呢就在星巴克附近 然後我們現在是在地下室 你看網路還是很好 星巴克在這邊 星巴克寫對面 對很清楚了 你就可以知道說這一棟大樓呢 我們 有 有那個車位 就是這一個 它是機下車位 但是它不能停休旅車 你過去看一下高度 然後我身高是162公分 你看剛剛好 大概150幾 對 150幾公分 他怎麼停這樣子 就把他放下 他怎麼停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有經過 好 好 那大概 是這樣我們是機下車位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一間是大廁房 我們還沒有上去看過 對 他說有整理 總金額多少 來鑰匙給我 總金額多少 總金額是1298萬 也就是說他均價的話 每瓶的話是 多少錢 因為他的 登記的權重是 42.35瓶 然後他有天然瓦斯 等於是每瓶的話是多少錢 這樣子的話我要跳出來算一下 1298除以 42.35 等於每瓶30萬 喔 30 好我們看一下他的坡道 他們都是從這邊開進來的 所以坡道應該在這邊 這邊是D1平面車 那個機下車位 好 那他的 現況是空屋有整理嘛 對不對 我剛剛是不是有講的話也有天然瓦斯嗎 那 還有一件事情 跟各位報告一下 他是83年屋齡 30年屋齡 沒有 83年次 就是30年屋齡 30年屋齡 那他的車道就在這邊有沒有看到 對 這邊幾乎都是機械車位 對啊 平面車位很少 對 因為你要知道這邊是蛋黃區 宗族商圈 他車子喔 就從 這個坡道開下來 對 彎度不會很彎 彎度是不會很彎 對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是不是要上去樓上看看 看我們的房子 那我們走電梯 對 因為為什麼 我們還沒有進去喔 隨便找一個電梯嗎 不行 這邊 他有時空吧對不對 對 時空的話就不能亂找電梯 對 快喔 車子要來囉 因為這時候大家都回來了 今天是禮拜天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呢 是5點48分 傍晚 對 那我們是哪一棟呢 我們剛剛是走 最後一棟 對 然後這邊的管理 管理方式是24小時制的 平面車位很少耶 對啊很少 只有幾個而已耶 這一個 還有平面車位三個耶 喔 那我們的是在10樓 他是頂樓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要去看頂樓 我們要看頂樓 他的那個地板的那個什麼 防水 他有沒有做防水 應該是會有啊 他這是投資客整理的房子 通常都會做 對啊 而且這邊大樓的戶數蠻多的 24小時管理制耶 嗯 看一下10樓 那 他只有B1而已喔 對一個B1的 所以他車位不多 不是每一戶都有 對不是每一戶都有 看一下他的 沒有 好沒有 OK 那電梯呢 是永大電梯 永大最常見的 700公斤私民 比一般的 8 8民的座 700公斤 一般的是5500公斤比較多 因為這邊戶數的人很多 我等一下看一層樓幾乎吧 那 其實說很多我覺得還好 跟一些大型社區比起來 這個算是中型的 我現在了解一下他的管理費 他的管理費呢 我剛剛是不是說他總共是不是登記42.35平對不對 管理費是一個月是1950塊 1950塊 對 391號 這個 這一間 你直接念出 有什麼差別 好啊 這很多人接的 你一定要委託出才可以進來啊 不是嗎 然後 一個電梯 直達地下室 的側位 然後有四戶 有四戶 這邊就是松鼠陸 這邊前面這邊就是松鼠陸 有四戶然後大家 每一戶 都有鞋櫃 都有擺鞋櫃 所以你也可以擺鞋櫃擺這裡嗎 然後有人說 我看一下 擺下鞋櫃的話我可不可以 可以嗎 可以打得開 可以喔 你也可以呢 所以當然你也可以抵制啊 你就抵制一下 不要買 這樣 看看 大家 有只要有放鞋櫃的 我們就抵制不要買 你去那邊 你去那邊 好 你一直跟著我屁股跑做什麼 來 這邊客廳四四方方 然後大家抵制之後呢 很台灣的房價砍半 那我們再進來撿便宜 來 快點進來 這是第一間房間有 這個是木頭閣 對 就是因為它客廳大 所以多格出來的空間 然後看一下 好 所以這不是大四房嗎 這個根本就是三加一房 三加一房 我不得不說這是三加一房 對不起 來看一下它有陽台 這陽台 還算蠻大的 對還算大 OK 這邊可以放洗衣機 這是熱水氣的位置 然後天然瓦斯 這不能是 這不能講說是大四房 這要叫三加一房 這個一定要更正 他幾瓶 剛不是說三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 他的 83年次嗎 我說幾瓶 幾瓶喔 我剛不是跟你說了嗎 室內瓶數嗎 31.90 不是 建瓶總建瓶 42.35 42.35 第 室內31坪 確實是可以隔到自房 就是要犧牲 這個就是隔出來的 如果你希望客廳採光好一點 就要把這個拆掉 把它改成核四 門可以打開 左右打開那個採光才會好 對沒錯 改成合適會比較適 來 廚房 我覺得這個之前應該不是廚房 一樣是木頭哥 其實本來客廳廚房是一起的 對 對 本來本來是廚房 看到瓶裝了沒 看到了 看到了 但是 他以前就是客廳廚房一起 他是不合適的 他是開放的 所以開放空間 然後客廳廚房一起 就是開門就可以看到廚房的 對 這是另外在隔出來的 對 本來開門建造 本來就是開門建造 對 他為了不要開門建造 做這個 這一個 房間 跟這個 隔間 對 所以看你能不能接受 來這個實新的 我們看一下工位 全新打造 全新打造 好來我們來看第二間房間來 實新的 對 這怎麼會是大四把 小字 小字 對啊 這間大概三 兩坪 我要講實話嗎 不能騙人啊 來看一下上面也是有那個什麼 也是有 裝潢 ok 沒有我這沒有裝潢 沒有啊 有油漆啊 有油漆啊 有油漆 有油漆 像邊邊 好 現在是不是一間房間 廚房 一間房間 對 最後一間 不是 後面這邊 最後一間房間 這個大概三坪桌房 大約 大約三坪桌 對 好 ok ok 差不多這樣子 ok嗎 好 再來 這是實性的 好我們來看 主臥室 主臥室 最大間的主臥室 有陽台 還有一個落地窗陽台 來看一下他主臥室廁所有沒有開窗 沒有啦 這在中間 好沒有 全新打造 好 ok 看一下陽台 有多大 小小的大概一坪桌吧 一坪桌 這邊可以洗衣機 也可以洗衣機 也可以放洗衣機 對啊 但是那個電線要自己拉 對 所以整體來說 廚房那一個陽台比較適合洗衣服 對啊 客廳的那個工作很大 好了我們都看過了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到底樓去 對 已經看很清楚了 所以呢我就說嘛 這客廳超大的 你知道嗎 太長的客廳非常大 他這個 這樣子的話 根本就客廳就沒有採光了 因為這間房間是不是 要改何次 對我覺得就是像你說要改成何次 改成何次 因為你看喔 這間房間如果說是私人的空間關起來之後是不是 超暗 超暗 來來來來 然後再把門關起來又更暗了 私人空間是不是一定會這樣子 對啊 是不是 因為人家說明天暗示 明天暗示 變成暗示 暗聽 明示 對啊 對不對 明示 對啊 好 可以放冰箱 冰箱櫃 沒錯吧 對啊所以這個還是把 我覺得還是打掉好了 打掉改合式會比較好 對啊 OK OK 我們走吧 好 出來就看到好多的鞋櫃 來 記得 那個好的不好的我們還是要說 那好的呢 是什麼呢 至少這邊的一瓶呢 30萬 30萬 對嗎 現在就是這樣子咩 然後呢 還有一個不好的 有人養狗 這邊有人養狗 OK我們到頂樓去 樓上 然後 上樓呢還有一堆鞋子 對不對 老公這一根是做什麼的 瓦斯 好我們上來看看 我們的那一戶是在這邊對不對 對 好我們到那邊去看 還有人塞 塞衣服在頂樓 好啦 我們看一下我們這邊這一戶 恭喜 他沒有做防水 對而且不破的來看一下 不容易 我沒有幫 我沒有辦法保證說他會不會漏水喔 這個真的沒辦法保 因為但是這種磚 他其實 是隔熱磚 對沒有錯 他這一種隔熱磚 為什麼我翻給你看 啊 好因為他這個已經裂掉了 我們把它翻一個起來 這是隔熱磚 喂 因為他這邊擠 你看喔 這個是保麗龍 保麗龍已經掉了 這個保麗龍 有沒有看到保麗龍 這已經很久了 這至少30年了 屋子有多久 這個這有多久 OK老公 好所以呢 他這個磚 其實我們看過很多 好你 他有一個好處啊 他是隔熱磚 臥名思義就是讓你屋頂隔熱用的 但是 防水部分我就不清楚 防水 除非你把這些隔熱磚 全部都把它拿掉 才有辦法做隔防水 所以這個就很麻煩 所以 後來就沒有人在用了 後來就沒有人在用 前面有一個豪宅的三合片 這應該是古蹟吧 古蹟吧 我看一下 這裡是什麼古蹟 等一下我看一下 你看喔 沒有一個杯 沒有一個杯 應該是古蹟 保全愛的世界 盛美松鼓 那個都好漲 那個三房都是破2000萬的 賴市中池 賴 是那個賴嗎 是我們那個總統的賴嗎 賴清德的 前面呢 就是新的大樓 那這個應該是二十幾年了 對啊 那那個呢 應該是最近這幾年的 對啊 那這一幕呢 過2000 對 2000多萬 對啊 有一好沒兩好 這一間呢 有它的好處 就是它價位 你好入手 1200多萬耶 怎麼會好入手呢 你至少講一點好話嘛 投資客整理過的 好問你嘛 拜託嘛 你就講一個好話 投資客整理 有 有 我跟你講 準備投機款就好了 對 還有 就是如果說你 真的要抵制 這種樓梯間有人放鞋櫃有的美的東西的 可以抵制 互相 大家來抵制都不要買房子 等下有看 然後呢 等到 這些房子都降價之後 降了五折 三折 最好是一折出清的時候 我們再來入手 你知道嗎 沒辦法 房價就是這樣子 不然你就買那個新大樓嘛 準備了2000萬去買 然後又有平面車位 2000萬一定有平面車位吧 不一定 我有遇過2000萬沒有車位的 那個屋主是怎麼開架的 台北很多 台北2000萬沒車位的很多 那邊呢 那個也是30年屋齡 跟我們這個一樣 它光一個車位又500萬 你要有車位嗎 車位比車子還貴 好啦 我們要不要到那邊去 還是講結語 因為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們在這邊 我還沒有看中庭 我們看一下 先看一下 這邊就是松竹路了 那邊呢 就是那個什麼 星巴克就在那個 斜對面 斜對面而已 斜對面 再往前走的話 就是左邊呢 是寶芽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右邊 對 好我們去看一下中庭 它用這種 隔熱端不是很實用 所以防水 有點 硬傷 除非這大樓願意花錢修喪 但是通常 這就比較難 除非他們的經費很充裕 而且管理會 管理委員會一致通過 但是呢 樓下人會管理的死活嗎 然後你看喔 這總共有幾戶 幾戶 一二 四戶啊 四戶一梯 對不對老公 我們下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已經去看過停車場了嘛 我們先來看中庭 還有警衛室 然後再走出去外面 就開始做監獄 對 這是有 定期的做那個清洗水塔 有啊 對 該做的時候有錯 只有那個停樓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敗筆 太難了 那個板水至少要做真的 對不對老公 富萊寶二 我們剛剛看到對面也是富萊寶 那是一 一喔 喔 好 這是他的側門 你的進出的話方便不經過管理室的話就是這邊 這個就是鬆逐路了 那我們的大門在這邊 我們的管理室大門是要從這邊經過 這邊有一個公共 廁所 然後 不要拍到警衛喔 不要拍到警衛 然後那邊是什麼 是不是那個資源會收藏 燒金粽還金爐 加加烏烏 還排站 都在這裡燒 我還是覺得住透天比較好 如果烤肉的話是不是就在這個中庭烤肉 是不是這樣子 透天有透天的 也有人不習慣住透天 自備攬劑 居然可以開店 對啊你看 自備攬劑 補攬 200元起 不含洗 喔好 就是 還可以開店 還中庭 還可以開店 他幫你攬一攬之後呢 你回家自己去洗頭就對了 對 不錯喔 200元 我給你200元你要幫我做嗎 好啊 來快點 看一下中庭 30年的霧靈 他的磚牆就是像這樣子 OK 好 我們這邊是垃圾的回收場 這邊有分類 直接走出去喔 信箱就在外面 這裡 信箱 對 對 OK 來 直母車 100多戶啊 對 100多戶 我去環鑰匙一下 謝謝你 發擾了 謝謝 來 我們對面就有一個全家了 那 你知道嗎 我們左邊出去的話 這邊是崇德路 對 那邊是崇德路 左走人出去就是崇德商圈了 崇德商圈 然後這邊是松竹商圈 松竹 崇德雙商圈 生活機能 是還不錯 生活機能不錯 還有一個 轎車的車位 對 好大概介紹到這邊 好啦 大概是這樣子 有切合你的需求 每一間房子都一定有缺點 大大小小缺點 最近他已經 1000多萬了 所以 所以 他本來是三房 然後改成四房 三改四 所以他本 這個一定都是漲很多 跟以前比起來 一定是 漲算倍數 當然我們已經回不到過去 對你不得不接受 為什麼 如果你一定要買 真的可能接受 有人跟我講 這個之前才多少錢 我常常回客戶一句話 你知道以前 中校中路 台北東區 中校中路 以前一間 透天店面 只要100萬 60年前 70年前 現在好幾億移動 你可以回到60年前 70年前 你現在要 就是這個價錢 行情一直都在漲 對啊 真的很可怕 那你也可以等 你可以等他 價錢崩下來的時候 你等得到哪一天 等到你等到那一天的時候 或許 你也不敢買房子 對啊 好啦 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剛在路邊有拍到 一個全新的電梯的那個別墅喔 地坪 42坪 6間套房 你知道他賣多少嗎 4000多萬 對 其實像現在喔 說起來喔 我要 給大家一個觀念 比較靠近市區一點的 不要說很市中心 但是也不要說太偏僻 一坪的地 換100萬 對啊 30坪3000萬 40坪4000萬 大概都是這樣子 20坪就是2000萬 比較新的 比較新的 對啊 那 老舊一點的1000鋪 可是你要花錢整理 你要能接受要花錢整理 你要能接受他管限老舊 你要花錢整理 對啊 你要接受 你這個花錢整理 你都是要現金 對啊 有人幫你花錢整理好 你不用再去那麼麻煩 去找廠商 還要 你們等 還要每天去監工 還要天天去監工 那你就是 錯想其成 檢別人 整理好的 也是一個方式 像這一間他已經幫你整理好了 你只要準備拖廁房 但是 對我剛剛沒有看線路 但是我要跟你說 線路他一定是舊的 他沒有換線路 因為他才30年 他才30年 要換 線路一定都是40年以後 對啊 他 投資客台也有可能會幫你換 對啊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有喜歡趕快打電話聯絡我們 如果 不喜歡沒關係 請 搜尋我的頻道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上下的物件 每天都會上下新的物件 我的舊的物件也很多 歡迎搜尋一下 看看 多瀏覽 歡迎參觀比較 好不好 我們不用出門 我們就帶你看遍中部地區最多的不動產房地產土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錯 也不怕你買後分 對 那我們所有的拍攝都是一鏡到底一到位剪沒有剪輯沒有廣角沒有美化 沒錯 沒錯 就如臨現場一樣 很真實很顯示 你只要在家裡輕輕鬆鬆的滑手機滑平板 好 看NJTV的YouTube頻道就可以很清楚明瞭地知道這一件事是你要的房子 對 而且我們都把位置都告訴你在哪裡了 適不適合你 適不適合你 好啦 謝謝大家的支持 辛苦啦 晚安 買房子說比較是對的 但是你比較久了你只會等到越來越貴而已 對 沒有錯 看到可以的就可以趕快下手 對啊 我有一個客人很誇張的 明明他就是 銀行建價1600 那銀行又不是白癡 他明明就是一定要出1600 不是 沒有他現在要出1600 1600買不到 對啊 銀行建價就1600了 銀行建價是哪一間 那不管嘛 我先要比喻給你聽 OK 銀行建價1600就代表這一間的房子 價值性就是超出2000萬 就是可以貸款1600的意思啦 因為銀行都有8 都要打8折 銀行都會打8折 比如說你建價2000萬 你只能夠借1600萬 1600萬出來 這間房子可以借1600萬出來 表示他的行情至少是2000萬以上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OK OK 謝謝大家的支持 晚安 希望你們幫我們介紹分享 轉發分享介紹 一定要的 有介紹成功我們一定會有大 大紅包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